向右手 大家好,大家請坐 謝謝向右師 我們進入我們 第四次 那一切都是我們天師德 我們老前人 前人大德 我們在這個道場一起來學習 那今天很特別 今天是我們不休息不照的聖誕 這位聖者的誕生 帶給我們台灣福音 這次我們進入我們第四次 那在講課之前 還是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三歸一 學佛跟學道 佛就是覺醒的意思 道就是真理 道理、真理、本體的意思 如果講到佛性 也是講到本體 所以這個學佛學道 它跟信仰最大不一樣 就是信仰是外在的 外在的 我信馬祖 那我懸念上帝比較強 我信觀音菩薩比較慈悲 所以信仰不是佛所需要的 所有的聖人都不會叫你要信仰 所以聖人就叫你 你要走自己的路 你要找到自己的道 你看聖經都這麼講 一開始就說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 所以這個是歸佛 就是你要歸你自己 內在那個真正的良知 我們華人就是天良 就是你的佛性 你要依正你的佛性辦事 那我們的這個中庸叫做帥性 你要依得你要善良本性 歸一法 就是依照這個善良 依照這個佛性的大原體之下 那現在應該找到什麼方法 依照正法 譬如說我們很清楚 我去台北 應該是台北狀況 我很清楚了 應該是往別方走 然後我選什麼樣的法門 正法 它不是去偷搶騙贊 為了達到目的用錯的方法 不是歸正法 所以這個法 它是這邊的法是指正法 然後歸一生 生不是出家人 它的標準名詞叫生且也 生且也 這個就是代表一個 親近的修道眾的意思 那我們道場說 不離道場 就是歸一生的意思 所以道場需要有人帶動 有人管理 有人同理大眾 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自己想歸一佛 我想依照我自己親近的佛性 所以它直接反射出來 當孕中生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這麼做 我依照正法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深入金藏 從聖人的智慧裡面找到智慧如海 知道怎麼去做 這是三歸一 這是三歸一 所以三歸一 它不是說我是佛教徒 不是這樣子 是佛所教的 因為講到 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一個教團 它就會有帶著它的風格 它的規矩 你要拜 你要用五體佛地 你要磕頭 它說你這個不如法 這個是教團 你每個宗教拜的方式都不一樣 但是它內在告訴我們 你要虔誠地理盡諸佛 追隨諸佛的腳步 來達到自己的聖道 這是相同的 所以說這個是 我們不是道場 我們怎麼在念三歸一 這三歸一是真正的 內在的道 它跟宗教沒有關係 是佛告訴我們 佛也不是在傳佛教 他是找到自己解脫之路的道 所以就是先跟各位提 那接著我們進入普賢 行願品的 接下來就是開始進入我們的內容 因為內容要講短 就很短 就十個標題 那如果我們要甚至探討佛 告訴我們的妙禮 這個就是生不可測 所以前三項一般來講 一則我們練一下前三項 一則禮盡諸佛 二則賛無難 三則廣修供養 那這三個 它其實它是一體的 譬如說我們在找信箱 找信箱你是不是要香供養 燈供養 這個燈友供養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有沒有磕頭禮拜 有 然後我們要念佛的名號 佛的名號就是稱讚如來 就稱讚這些聖人 如果你把我們明明上帝的佛號全念 那更好 我們一起念下我們上帝的全稱 明明上帝 無量清虛 至貴 三界十方 萬靈增長 這個不是在稱讚這個我們明明上帝 這個我們諸佛本體的浩瀚 對不對 他就在形容在描述 對不對 你看我們說濟公佛火 這個濟公不是在稱讚他的這種大德嗎 所以佛號一般就是在講代表他的大德 那如果我們平常在宋經有時候會加 南摩大慈大悲祭公佛火 南摩大怨大悲地藏往無善 我們會在佛號裡面再加稱讚 南摩救苦救難 那個觀念佛山佛號很長對不對 那這在稱讚他的大德 所以這前面三個 有時候幾乎是你一個動作 全部都已經有兼顧了 所以這前面三個就是幾乎是 從你開始發心修行 到一直成就 這個等覺 妙覺 幾乎都持續在修這個法 它是一個最基礎也是最終端 全部都一直貫衝到底的一個法門 所以這三樣的動作 它第一個就是為了 厚職生生世世學佛的因緣 我們這個十大怨我們有在實踐 它會變成不管你怎麼投胎 不管六道輪迴你怎麼輪迴 有時候我們業力守現下輩子可能去當貓當狗 有時候你免不掉 你看釋迦摩尼佛也這樣子 他投胎為兔子就當兔王 投胎為孔雀就當孔雀王 投胎為鹿就當鹿王 為什麼佛會投胎為鹿 因為我們在從出生再到修行 這個前面這段時間 你可能就造了很多很多野 所以菩薩投胎是有很大風險 菩薩投胎有很大風險 你一投胎 然後一直到你修行 開始說我不要殺生 我不要吃眾生肉 但是我們已經做了多少 這個有時候會讓你在 這個因緣到了 你就到六道去 但是你的穴道穴不會斷 你到那邊你還會繼續修行 你在那邊你還會繼續修行 我們這個 明樂祖師有一段穴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他在山上修行 結果遇到洪水 沒有辦法去化原 然後已經快要餓死了 然後這山上的兔王 就是釋迦摩尼佛 就跟他的兔兒子講 那個修行人快餓死了 我要去供養他 我要用我肉身 兔肉來供養他 你以後知求多福 然後那小兔子也說 那爸爸你要去供養 供養這個修行人 我也要去 所以他們這個兔子母親 兔子 不知道母親還是媽媽還是爸爸 不曉得 反正兔子的兩代人 就去供養這個修行人 哇這個山神聽到好感動 這個樹神就提供木材 山神就把他點火 那兔子就去跟這個修行人講 哎呀你這個是一個世間的明燈 你不能死 所以我現在供養你 過幾天洪水退了 你就可以去化原了 然後就跳到火堆裡面去 那米勒祖師說 哇 兔子都知道要修行 要供養這些修行人 我怎麼忍得下心吃他的肉 所以米勒祖師也跳到火堆裡面去 這是我們米勒祖師 就是從那時候發明 生生世世不死眾生肉 所以在佛經裡面 米勒祖師他修行的時間 比釋迦摩尼佛長 但是釋迦摩尼佛那種悲心 那種誓不成佛 絕不罷休那種決心 他更強 所以他經常做這種 難省能省的動作 居然跳到火堆裡面 要變成烤兔子肉去供養這個出家人 這時候出家人如果吃兔子肉 是沒有什麼不好的因果 因為是他用他生命去布施 但是這是你的兔子有這樣的供養的心 但是我一個修行人 哎呀我怎麼會不動心 所以他說我生生世世不死眾生肉 所以這個歷史看起來就是 釋迦摩尼佛他行這種悲切很堅決很猛力的心 所以他反而比米勒佛提早一個皆次成佛 提早一個皆次成佛 沒有說哪個高哪個低 就是說這個修行人 他在裂生裂世裡面他的業力 有時候就讓你不得不到六道裡面去 所以我們這一輩子雖然說 或許成願而來 以後我們也要回到天上去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你越來越能夠自主的時候 即使我們到六道輪迴裡面去 我們依然能夠跟那些眾生結下善緣 所以這是生生世世學佛的因緣 不管你怎麼投胎轉世 你都會變成修行人 我們看地藏有菩薩 他到地獄裡面去 要去看他母親 結果他看到很多鬼王對不對 那鬼王都是大菩薩 你看地藏本願經的註解 地藏本願經的註解裡面 某某鬼王他是什麼樣的大菩薩 然後你看到後面副持品裡面 主命鬼王什麼主什麼鬼王什麼鬼王 你看他投胎為鬼道 能夠為鬼道裡面的修行人 所以六道不是這樣子 六道都是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以華碍言經來講 一個人從八星開始修道到成佛 是非常久遠的事情 那我們往生淨土是跳過一個捷徑 就是說我們離開人間新道佛那邊去 先去禁修一下再過來 這樣會減少很多初期 因為初期很容易投胎一次就迷糊了 所以我們真的有幸得到佛的教化 佛經裡面很多 但是能夠當作最根本的教法的經典 不容易 那這部經就告訴我們 十大行願裡面 他能夠幫助我們生生世世 常行菩薩道 那第二個是借鏡修心 我曾經聽過一個牧師 他們經常不是有很多佛道大會嗎 那個牧師就講說 他說 好多人說我們在讚美上帝 好像有點阿諭奉承的意思 你看我們所有的聖歌都是在讚美上帝 讚美耶穌 讚美聖母瑪利亞 讚美這些天使 你看看 哇 花多少心思就想去讚美 他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你連聖人 你都沒有辦法去讚美他 你怎麼能夠去讚美你的其他的同修 讚美其他善良的人 所以你去讚美聖人是最容易的 你隨便講都對 哎呀 耶穌基督太慈悲了 太有智慧了 然後太善良的 為我們犧牲 你怎麼講都對 對不對 那如果你就是講說 我爸媽怎麼樣 你可能有一半是 真的是過度過度過度讚美 因為他就是可能是一個很普通善良的人而已 所以這個稱讚如來也好 然後這個供養也好 佛 莊遠的佛在前面 就是讓我們透過這樣的情境 來修煉自己 你要跪拜 各位你要不要跟我跪拜一下 其實有時候你都跟我跪了 各位前選一個手 但是我們一般沒有特殊英年不會 因為我們連父母親 現在的文化也沒有每天跪父母親的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禮敬諸佛 來讓我們心越來越謙卑 越來越能夠 從禮敬諸佛到禮敬所有的眾生 所以這是借敬戀心 這麼莊遠的道場 我們能夠把我們心調伏下來 那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他就容易慢慢轉換過來 所以這是十大行願裡面 前三項 大概十大行願都有這種特色 那前三項就特別是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那我們就進入真正的我們的第一品 那我們剛才就念過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再念一次 那這個十大行願的經文 事實上它 各位如果整部都在念 你慢慢發現它好像有一個公式 對不對 譬如說最後四句 來念一下 念念 相去 無有間斷 生已易業 無有益 對不對 所以每一品都最後都是四句 對不對 然後這四句話 往前一段 是不是 虛空借敬 眾生 眾生 借敬 眾生 夜敬 眾生 煩惱敬 我願乃敬 然後虛空乃至眾生不可敬故 所以我的什麼十大行願 不可敬 對不對 然後再往前面 開始講述本文 然後再往前面 就是對象 譬如說我們李敬諸佛 前面就形容我們的佛 哪些佛 那譬如說我們長學佛學 對不對 我們第五 第九月 第八月 它就告訴我們 哪些佛 一個佛到很多羅漢 到很多神文 到很多菩薩 它就告訴我們一個對象 所以它這個經文是有一個公式 第一個會有一個對象 然後第二個 會有一個心態 我們用什麼樣的心態 然後第三個會有一個動作 我們做哪些動作 然後第四個是講它的無盡 最後講它的相訊 無盡是講空間 相訊是講時間 所以這個經文它是有一個公式的 這樣聽了以後你在宋經 你會很清楚很快了解到說 它現在講到哪一個階段 所以說這是經文裡面 第一個它講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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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它講到 第一個它講到 第一個是所有法界 虛空界 法界跟虛空界 它是兩個是 互相結合在一起的東西 有時候它講比較淺的虛空界 是講我們維持整個佛冊 一個佛所架化的地方 所形成的虛空 包容這個佛冊的虛空 那這個虛空就很多重 像我們地球的虛空 就是我們的太空 那我們太陽系的虛空 就包含整個太陽系 跟九大行星之間所有的虛空 對不對 然後再講更大的虛空 是什麼 哇 星 銀河系的虛空 然後再講大點 就是整個星雲 星團的虛空 所以我們從虛空 它有時候講比較小 那有時候講比較大 那法界就是講指 我們的靈性 所能夠觸及的世界 所以我們現在眾生很可憐 我們的法界 就是我們眼睛 耳朵鼻子 眼啊鼻子的身意 能夠觸及的地方 連我們往內 我們的聖在哪裡 你都不知道 會看解剖讀 大概在這裡吧 所以是我們一個人 你原來有這麼強的 你的心可以跟整個佛是一樣的 通 移住心相通法界 但是我們現在的 就是被這個我給束縛住 這個叫小我 也束縛住 所以我們變得很有限 所以法界虛空界 兩個有時候 是可以畫上等號 有時候虛空界更大 虛空有沒有近 沒有近 因為以前就有人問 釋迦摩尼佛 世界有邊嗎 就是世界有近嗎 對 如果說我們太陽系 太陽系有近嗎 就是最後一個 一個行星的範圍啊 太陽系之外呢 我們還有銀河系 銀河系之外呢 還有整個星雲呢 星雲之外呢 還有整個 哇這個宇宙太大了 宇宙之外還有沒有宇宙 所以佛就跟那個弟子說 你這個問題 不是問題 不能問 問了沒有辦法解答 當你開悟了 你的心跟法界合一 你就知道世界有多大 它是無邊無量的 大家不可思議的 所以我們才說 路不可思議 解脫境界 所以這是法界跟虛空界 那十方三世 十方我們上次介紹過 我們簡單講就是空間 那如果以華眼睛來講就是 它比較小的範圍就是指 我們的所謂的華眼世界 十方法界 中間是華藏莊眼世界海 它是比如這那如來說 視線的一個區域 它是一朵大蓮花 這個蓮花裡面有很多蓮子 每一顆蓮子 仔細看都是一朵小蓮花 這一朵小蓮花往上長出了一個蓮蓬 這個蓮蓬是一個 道金字塔形的蓮蓬 它有二十層 第一層中間一個是一個佛的世界 外面尋圍繞一個佛的世界 然後第二層中間一個佛的世界 外面圍繞兩個佛的世界 總共二十層 這個叫做世界總 所以你看整個華藏莊眼海裡面 有無量的世界總 那世界總 每個世界總 最少就有兩百三十個佛的世界 一個佛的世界就包含了 十的九次方的太陽系 所以我們說這個十方法界 實在是太廣太廣太廣了 那三世就更多了 過去現在未來 過去現在未來 我們這個雲零眾生都是未來的佛 那比較近的未來佛就是 我們這個說佛世界就是彌勒佛 所以說這個十方三世 然後一切佛創 我們說過一個世界總就有兩百三十多個佛的世界 沒有名稱的更多 每一層之間還有很多佛的世界 所以一切佛上 然後極為成數諸佛是尊 所以 以我們的整個華藏中原海裡面 佛的數量可能比我們這個地球的 地球的眾生還要多 你可以想像嗎 佛的數量可能就比我們整個地球的眾生還要多 所以我們單位這個眾生真的是很可憐 就是有自己的無量保障 那是沒有用 沒有把它開發出來的用 所以在釋迦摩尼佛所政府的世界裡面 世界是這麼浩瀚 佛是這麼多 那我現在開始修 就禮盡諸佛 當我的能力有限的時候 我的眼前就是只有一個佛 佛桌上就只有三個佛 對不對 大雄寶線上就只有一個釋迦摩尼佛 如果多兩個就是文殊普賢 如果是阿彌陀佛 旁邊就大世之菩薩跟觀念菩薩 但是事實上我們的禮盡諸佛 它是無量的佛 只是我們現在能力有限 那我們所看到眼前這個佛 所以說第一個是目標 從我們眼前的佛 慢慢的到無量的佛 那這邊的佛 這邊的佛它有 第一個有過去佛 所以這個禮盡諸佛 所以就衍生出一個 一本經就是八十包佛紅明經 裡面全部都是佛號 我就記得 我爸爸成道的時候 那時候也有請師父做妻 裡面佛號就很多 哇,練一段經文 然後練很多很多佛號 再練一段經文 再練很多很多佛號 就是有過去的佛 那有現在的佛 像十方三世 這個以華人世界的佛 都是現在的佛 還在講盡所有的佛 然後有法身佛 那我們每個人都是 法身是平等的 但是這個報身 就是修行成就的佛 我們是禮盡諸佛 我們是禮盡他的德行 然後有未來的 所謂的化身佛 硬化到人間跟你有緣 來跟你度化的 像釋迦牟尼佛 他來到所有世界 這八十年 這硬化到這個世間 叫做化身佛 那也有短暫硬化的 去顯現給你看 去跟你託夢 那我們到場更直接 直接開山 這叫化身 就是他視線一個身 那這個化身有時候 就常常會有問題 因為如果他是借著來身體 有時候會有 這個身體的殘留的抑制 會有這個身體殘留的抑制 所以如果他借這個身體 這個身體平常就喜歡看電影 喜歡到處逛街 喜歡談論是非 喜歡談論政治 那就麻煩了 這個仙佛來的時候 他身體的殘存意識 會影響到仙佛的傳真度 所以我們到場對於仙佛的事件 他有嚴格的管制 他一定是正式開班 然後正式請仙佛來慈悲 然後慈悲一般就是不指明道性 一般是這樣子 整體的慈悲 那也不不指時間 什麼時間做什麼事 比較少做這些人跟事的安排 那未來佛就是我們的 以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的彌勒佛 這是我們的彌勒佛 就是所有在釋迦摩那裡之後 想要修行度化眾生的 都慢慢要以彌勒佛為主 這是妙法尼華經裡面告訴我們的 那如果說我們這是初學者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佛 佛性平等 但是我們初學者做不到的 不然你現在小狗也有佛性 你對待他跟對待你爸爸一樣 那就不一樣 那就很奇怪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初學者 禮盡書佛是以仙佛菩薩為主 因為他高我們 我們的生命位階高我們一個層次 我們比較容易做到 這是有關佛的部分 然後再過來就是 我們借禮盡諸佛來收我們的心 我們每天心在工作裡面是很散亂的 甚至有時候是精英計較 這樣我有錢嗎 尤其他們在做生意的 化鈴瓏 比較少了 心中一人計較 我賺多少我賺多少 我划不划得來 所以這是斤斤計較 所以我們好不容易要心靜下來 所以藉著磕頭禮拜的時候 達到我們收心 自我進化的作用 這時候的收心 它就是一般叫做借靜收心 借著這個環境讓我們裝顏下來 所以當我們一起在這個裝顏佛坦 然後前面就是很莊嚴 所以這個莊嚴的佛坦 我們也說過就是 這個貢國什麼 只要不新鮮的一定都要測 花只要開始掉了就應該要測 這是應該是清淨莊嚴 讓我們起莊嚴的心 所以我們以前的講桌 佛桌都會寫 主靜存層 主靜存層 因為這個誠心不容易去表示 那我們先用恭敬 用恭敬的心 主靜存層 然後更進一步的 如果我們心很裝盡的時候 心就會靜下來 就安靜下來 安靜下來就能夠清淨 所以我們以前這個 前老常常很喜歡用這三個字 靜靜靜 我們先有環境 先有我們身體 先有我們的禮靜 道場這種莊嚴的道氣 讓我們心能夠全程恭敬 然後我們心就會靜下來 那心靜下來 就能夠慢慢進入清淨的心 這時候起心動力 不會有貪嗔痴 這是一步一步由外而內訓練過來的 靜靜靜 這個是三個階段 它本身是一個修行的一個過程 藉著這個外向的恭敬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待會兒我們會講到說 以清淨生與異業 就是藉著這種外面的鍛鍊 然後慢慢讓裡面得到清淨 這是我們以前叫做祖靜傳承 那用佛下的術語叫做莊嚴佛淨土 就是讓我們這個道場變莊嚴佛淨 佈置擺設 然後衣著然後行動 讓它變成莊嚴 那我們就能夠射受我們內在的心 那也記得 這是第一個 這是借靜戀心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戒相靈禮 我們禮靜諸佛菩薩 祂不是求諸佛菩薩 當我們去求的時候 這個心就偏了 所以我們道場有時候菩薩的慈悲 我們會學佛上的慈悲 所以我們有時候求是求別人的喜樂安康 所以我們一起求啊 陷入慈悲啊 波轉讓他能夠度過難關 陷入有沒有幫忙不曉得 但是你這個當下的慈悲 是鍛鍊出來的 所以我們在求陷入的時候 如果你求自己 那你是跟拜麻祖差不多 有時候先不管你 不管你有沒有好過啊 這是你的業力現前 是你的功課啊 誰會去跟你波轉 神明才會 現在有時候覺得 這是你自己的業要消你的 因為我又把你轉了 那你這個業什麼時候去了結啊 因為我們修行有時候 會叫重業輕棒 下輩子下輩子下輩子的二棒 然後這輩子折磨 然後就過了 因為你不付利息 所以現在的業力變得很輕 我們都聽過我們辦獎師的 三世業力啊 這個三日緩 對不對 三世的夜報 三日就緩了 那個折騰真的 你的脖子都快斷掉了 每次在患傷口 都有滷刀割啊 像那個割頭一樣 三世的夜報 三天就要消完 所以你要先讓我把它解除掉嗎 對 所以真正的行為 不是要看得很清楚 這是你在修行過程 你的功課來了 他會讓你努力去撐過 度過這個功課 而不是說好 就幫你拿掉了 會幫你消掉的 就是一般都獻祭嘛 交換 用什麼 請先我幫你交換 那個是魔鬼的作為 所以說這個是 我們是 這個見相靈禮 看到上面 佛舟的莊嚴 這個佛 內在 我們知道自己有一個莊嚴的佛 所以的 念佛 就是念自心佛 這個拜觀音 就拜內在的自在 要觀自在菩薩 所以這是第一個 外面的像 我們經典上說 這個凡所有像皆是虛妄 凡所有像皆是虛妄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 佛真的有時候會來跟你應可 像我的彌勒善真經就有說 當你在受持八觀真系的時候 有時候你在 一般的受持八觀真系 會包括禪定的課程 你在禪定過程會看到佛的視線 你知道說 這個我應該是用功到一個程度 佛來跟你應可 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你如果起了驕傲心 那就完了 所以是 凡所有像皆是虛妄 佛有沒有來 你有沒有進步 自己都很寥寥分明 所以說這是我們在求道 我們在拜佛 跟一般的所謂的拜拜 不一樣的地方 一般拜拜一定是 失心所求 或許他有期待 或許沒有期待 但是他一定求失 求自己求家人 如果他能夠求全體 那就是慈悲心 馬祖保佑 這個颱風平安過去 這就慈悲心 馬祖保佑 我們這個疫情趕快平息 這個就慈悲心 所以為眾生求那是慈悲 為自己失智求 那就是所謂的不免禮 那第二個 我們第一品裡面 接著就是告訴我們 禮敬諸佛 這個怎麼禮敬 怎麼禮敬 這個禮敬 包含所謂的禮拜 包含所謂的 或是要鼎禮 那第二個 禮敬過程裡面的存心 那這邊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普賢行樂立 這個普賢行樂立 在華文經裡面 就是代表 實踐力 修行的實踐力 這個普賢菩薩所專有的 所有你想修行的時候 然後你會得到普賢行樂立的加持 讓我們的行持更堅定 讓我們行持更勇猛更精進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在修行的時候 如果是以普賢行樂立來講 我們會希望得到普賢行樂立的加持 讓我們更精進 所以這邊不是普賢菩薩力量 這是一個象征 就是文殊菩薩智慧力 它象征就是你的自信佛的智慧力量 不是文殊菩薩給你力量 沒有 佛菩薩從來不會給別人力量 因為給別人力量 別人就會誤會 會誤會 比如說你現在得到我們老師的加持 你會不會想到我可能變老師的代言人 我可能要變十九代主 所以佛菩薩就常態來講 他不會給你個別的活力 他只會給你應可 他只會給你智慧力 他只會給你實踐力 那你自己能不能進步 就看我們有沒有要去實踐 身心、性解 身心它包含了直心 包含了身心、包含了大悲心 這三個心就是慈悲心的另一種視線 直先是往前 他非常深刻 然後性解 應該是先有性解然後有身心 身心就是不會改變的心 他很堅定 永遠不會動揚的心 很深遠這個心 身心、性解 所以一般是有性解 然後才有身心 或是性解開始實踐以後 得到印證了 這個就會變成身心 那如對目前 這個就是要領 如對目前 就是我在禮靖諸羅的時候 我在拜彌勒佛的時候 我的內心要看到彌勒佛 各位 我們在明明上帝時刻手的時候 你有看到明明上帝嗎 如果沒有 那你只是修一半 那明明上帝有什麼樣的形象 你要想的 一片的光明 然後照耀我的身心每個細胞 明明嘛 這個上帝是代表最高最高 這個力量最高最高的開端 一般統合的力量 整體的力量 原始的力量 他用明明來代表 所以阿彌陀佛經就說 無量瘦 無量光 有沒有 無量光 無量瘦 無量瘦 無量瘦是指時間 無量光指空間 所以他代表佛就是無量光明 整個佛他代表就是光明 所以明明上帝是用中國的話來講 依照我們這個佛經的話 就是比如遮那如來 如果他密宗就叫大日如來 像太陽一樣的光明 眾生不曉得怎麼去形容光明 像太陽一樣的光明 所以你要如對目前 你要刻頭上明明上帝 你就想到這個老母的靈光 一片光明照耀到我身上每一個地方 這叫如對目前 所以一樣在刻頭 到底你刻的對不對 你刻的有沒有效 對不對 一樣在吃飯 有人就吸收效率很差 有人就吸收效率很好 就是你有沒有抓住這個重點 所以這是你要非常的虔誠 非常的恭敬 然後如對目前 那接著呢 用什麼樣的準備來做呢 真力在準備 外在準備呢 叫做清淨生與異業 所以我們來佛堂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各位很久沒來佛堂了 還是各位團主都沒有再跟人家打毛巾 沒有打毛巾 人家噴酒精 我們第一個動作叫什麼 進手 你看清淨生與異業 它是從表象 告訴我們今天要來進到佛堂 要來禮佛了 你要洗手 那不只我們佛堂 你看所有的寺廟前面 兩邊一定會有一排水龍頭 你要先進手 如果在泰國你要進腳 因為泰國很多人都刺腳 所以他們家門口都會有一個小的水池 你要前去那邊洗腳 然後他們都有點高腳屋 都墓地板 所以要洗個腳 然後才進去 你要先進手 他告訴我們你要用很乾淨 從外再來進手 然後打毛巾還要進臉 因為以前的灰塵真的太多 風塵普普 所以要打毛巾 那現在打毛巾有時候會傳染病毒 反正他這個表象是告訴你說 你要用清淨的生與異業 然後你要穿什麼樣的服裝 起碼是有領有袖 然後如果女生的話 裙子要過膝 女生要過膝 很乾淨端莊 收拾我們的身心 這都從外面的表象 然後一直收拾收拾 收拾到我們內心的虔誠 然後安靜 然後清淨 清淨的生與異業 然後長修禦 不是一次 不是兩次 你要把它當作常態的功課 長修禦 所以這邊的清淨生與異業 這個清淨生與異業 在華原經裡面 它是有專門的功課 它是有專門的功課 來佛堂的時候 修這當下的清淨 所以一般像後學有時候都是 經常是睡覺前洗澡 洗一洗非常輕鬆睡覺 但是我們佛堂有事後學都會 因為吃飯後洗澡比較不好 後學都會吃飯前就洗澡洗乾淨 然後穿了新的衣服 乾淨的衣服 然後來參加博士 這從我們以前的聖人這麼講 你看看那個姚舜他們怎麼做 災民聖福以示上帝 對不對 祂要祭拜上帝的時候 祂要先持災 這個實災不是說吃素的意思 以前的實災就是 借酒借色借宣華 在禁室裡面禁一天 這叫災 身心清淨 然後穿著很正式的服裝 然後來祭拜上帝 這是以前人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道場也是這樣子教我們 所以有人說 學佛修道修心 為什麼這麼強調是外在的東西 其實這都是表象 它都是一種象徵 一種象徵 像我們的母燈到兩宜燈 一本善亂書 萬書歸一本 它都有各種的象徵 來收拾我們的身心 所以這是在來到場之前這段時間 那平常其實 生理意業本來就是要修 清淨生理意業 它是平常的修行 那平常怎麼修行呢 這個文殊菩薩 他用了一個章節 用一個章節 來告訴我們怎麼修 因為我們這個心 漸淨就起心 你看我們六主位能怎麼說 漸淨心速起 看到一個東西 然後你就起了很多很多心 那文殊菩薩就告訴我們說 你要修清淨生理意業 你要善用你這個心 你起心動念就要去轉這個心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 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有書翻到第二頁 那不然我們就看著這個PVT 你要我把它練一下好了 自首菩薩問文殊私立菩薩言 佛指 佛指 佛菩薩雲合 佛過世身 與意業 佛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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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爱,处俱来今,诸众生住,如诸法相, 心间通达,断一切恶,俱主众善, 当如普贤,色相地义,一切心愿,接受俱主。 好,他就问了如何怎么样得到所有的清净的生与异业, 方法不退不坏很多,那他就到文书福山就回答,善用其心, 那怎么善用其心,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们看这一本,我们把它念一下好了。 自规一佛,当愿众生, 超红佛仇,八五上义, 自规一法,当愿众生, 深入金座,自规无爱, 自规一法,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一切无爱。 好,他整品全部都是告诉我们, 你遇到什么,你要做什么, 然后马上把这个心扩大。 你要做什么,你要当下就把这个心扩大。 所以你看到右手这边, 得出色食,当愿众生, 后面两句,心无染濁, 绝世贪爱。 所以各位,以后吃到翠世煮煮的饭不好吃, 你要念这一句, 得出色食,当愿众生, 弃掉所有的贪爱,心无挂爱, 不要回家还念,今天煮这么难吃。 如果洗澡的时候, 你在洗澡的时候,洗澡是为什么? 身心清净,洗除污垢,对不对? 所以你马上转一个心,当愿众生。 当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 是不是从茫茫的睡梦中觉醒过来? 所以你当下发了一个心,当愿众生。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遇到, 你看遇到端正人, 就是遇到像,哇,这个修知雪林, 我们遇到各位美女,长得非常端庄, 你要当愿众生。 如果遇到像后学,长得这个丑陋人, 你也要当愿众生。 所以这个善用其心,是非常巧妙的修行方式。 那释迦牟尼佛,文殊士利用一个章节, 告诉我们,平常怎么能够来转念。 那我们正好学院不是告诉我们说, 善解感恩吗? 你看他一句话是代表整部经典。 那这边,你看各位可以回去欣赏一下原文。 他在走路的时候,遇到灰尘很多,当愿众生。 走路的时候怎么,哇,越走越高, 爬山,当愿众生。 走下坡,当愿众生。 看到稻田,当愿众生。 看到桥梁,当愿众生。 然后李头发,当愿众生。 我在修禅定,当愿众生。 我在归佛,当愿众生。 他就是随时随刻,不管好的不好的, 都是把它转化为对众生的祝福。 好,把它转化成对众生的祝福。 所以以后我们在丢垃圾的时候, 你记得,丢垃圾时, 当愿众生,去一切恶。 毫不保留。 对不对,你就是随时随地,我在拖地时, 清净地板,当愿众生。 所有的心地,清净如光解。 随时随地,把当下的心, 转化、扩大、祝福。 这是我们文书书吏菩萨,他告诉我们如何清净生与异业。 他就是每一天,从他开始在家, 他还有说有一些老板要去应会。 参加三会的时候,当愿众生抛弃圈杂内心清净。 去接受招待,到了红灯户,陪美女喝酒,当愿众生。 他所有的过程,从一个众生,到出家,到修行, 到弘法,到去脱波,到最后修行禅定, 到最后得到解脱,到最后觉悟,都是不断的转念。 当愿众生,当愿众生。 所以他这个心是不断的转化,转化,转化。 你不能让心停止,那我们就让心转化。 那我们的三规一里面,依照我们的花恩经, 它原来是少龙佛种,发无上意。 那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的规一, 这个三规一,会把它调整成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那事实上是差不多。 少龙佛种是有,度化众生的意思。 体解大道是指自己。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的修行方式。 就是当愿众生。 所以这是清净的生与异业。 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从外面的礼敬, 然后到我们进门时的这个清净的生与异业。 然后到如对目前身心性解内在的专业成净。 然后开始磕头礼拜。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修行过程。 一个整体的一个修行过程。 那我们如果这样的做,我们每一次的参持假, 你每一次的信箱,都是一番普贤十大行愿的修行。 都会让你变成生生世世的知本, 而不是它变成一种礼节。 嗨,你好。 有时候我们会简单跟荡人介绍。 来佛堂,跟先后三绪宫,跟先后问好一下。 你跟先后问好,结一个佛云。 但是如果你是身心性解,如对木寝, 清净生与异业,来跟诸佛菩萨顶礼。 那你就进入修行。 不是问好而已,你是在修行。 所以说这是我们前面的, 这个礼敬诸佛前置动作。 那之后呢,接着就是, 就是他开始讲他的愿,愿无始终。 这个,第一个要广大心。 我们在礼敬诸佛是广大心, 所以是一一佛所接现, 不可说不可说即为, 佛萨即为陈述生。 这个是慢慢的, 我们已经签证法身。 这个很厉害,化身千百万, 去十方佛世界去礼敬诸佛。 所以他指广大心, 一一佛叉去礼敬。 所以我们平常对这些前辈, 对这些浅显, 我们是抱着礼敬诸佛的心, 来接待。 然后接着是我们的, 医生遍离不可说, 所有的佛叉, 成为素佛。 这是非常广大。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 这个深远心, 这个错别字, 深远心。 这是我们金刚经里面的, 广大心深远心。 深远心是, 然后虚空皆尽, 众生皆尽, 众生夜尽, 众生烦尽, 众生烦尽, 我愿乃尽, 我的礼尽乃尽。 这些不可禁忽, 所以我的礼尽诸佛, 是不会穷尽的。 所以这个是深远, 非常深, 要到众生, 所有的众生都已经成道了, 他的功课才会结束。 众生不肯完全度尽, 但是, 所以他的功课就不会做尽, 所以是无穷无尽, 他是深远心, 这个是, 讲到这个四个戒, 那这个四个戒也是, 很有意思, 他告诉我们说, 因为众生有烦恼, 这个烦恼不是, 遇到事情那个苦恼, 不是那个, 这个烦恼是我们内在, 贪生吃的无名的, 这个观念, 这个无名的观念, 这个很冷凉的, 你多吃一点, 那些观念, 他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观念, 他是你的, 你的, 因为有你这些错误的观念, 所以你会制造各种的, 业力, 所以烦恼接着就是造业, 那造了业力以后, 我们就会流浪生死, 就变成众生, 那众生无边无界, 那我所在的世界, 就是要度化这些众生, 所以他是从小到大, 不断的扩大一个过程, 所以叫深远心, 然后接着, 这边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各位这个无有疲厌, 你累了吗? 刚才我们的超级就说, 虽然大家白天很累了, 我看是他累了, 我很累可以, 大家也很累, 无有疲厌, 这个无有疲厌就要讲到说, 我们到了第五个, 叫做水洗功的, 就是我们开始修到伐洗了, 我们工作充满伐洗, 我们在打扫充满伐洗, 我们在度化众生也充满伐洗, 我们在服务众生也充满伐洗, 我们在礼敬诸佛也充满伐洗, 所以他是无有疲厌的, 疲, 这个疲累啊, 疲厌, 是你已经觉得够多了, 所以你去查字典, 这个厌字, 代表满足, 你已经满了, 你不想再多了, 那叫厌, 这叫厌, 所以疲厌是你累到不想再多了, 所以度化众生会有疲厌, 修行会有疲厌, 就是可以说, 要么没有找对门, 要么没有到达门槛, 你还要坚持一下, 还要坚持一下, 那更多的是我们观念的错误, 在我们的维摩结晶里面说, 这叫爱见悲, 你的慈悲是有条件的, 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度化众生就疲厌, 这个以后期商量比例, 像地藏古火一样, 好不容易跟你度化到一个程度, 你去投胎轮回, 结果我回去喝杯茶, 你又来报道了, 一次两次三次, 一百次一万次, 你会放弃吗? 如果你有相对心, 我已经跟你度化一万次了, 加起来已经数千万年了, 你还是这个样子, 无可救押,算了吧? 你就会疲倦, 所以诸侯菩萨真的是, 没有疲倦, 所以有一次后学, 跟我的女儿在聊天, 因为老师上个里面, 有时候都讲得好像老师很可怜一样, 我说老师如果会可怜, 就没有办法当菩萨,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好不容易救了, 他等到度过难关, 他又把你忘了, 下次又来找你, 这辈子没有修好, 下辈子修到继续度他, 然后他又把你忘了, 这个菩萨这种事情, 是太多太多太多了, 所以如果他有相对的心, 他就会疲劳, 就会疲劳,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修行, 所以以个人来讲, 是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整理来讲, 就是有时候你当一个人, 时间很有限的时候, 那如何安排分配, 那往往看个人智慧跟安排, 所以这是我们的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理一业, 无有疲业, 保持在清静的状态, 然后接着是, 这边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道场的天子的愿, 这跟我们的一般愿不一样, 天子的愿, 它是从我们的信解, 了解到的尊贵, 然后进一步发心, 我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 一个, 度化众生的责任, 然后立了天子的愿, 所以立了天子的愿, 它不用重复立, 它需要是了愿, 它需要是了愿, 我立了办事人员, 我明年不用再立, 我只是要持续的了愿, 所以我们道场来说, 了愿快乐, 辛苦了, 了完, 了我自己的愿, 这是我愿意做的, 我来做, 所以我不辛苦,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是天子的愿, 那修行的愿, 这是生生世世, 这辈子或许你是当讲师, 当谈主, 这辈子你可能当在家居士, 你可能当爱心妈妈, 当志工, 这是无所谓的, 这是你的音乐, 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固定的, 我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 我十大行愿, 我现在要来修, 这个进入法界, 进入法身这个法门, 这个愿呢, 它是愿包含行, 包含忏, 包含我们最后的果, 这三大令, 那我们十大行愿是属于行, 我愿意这样子做, 这样子修, 然后忏是第四门功课, 我们修前三门, 遇到某些瓶颈, 第四门功课就是加强版, 加强版, 然后最后是果证, 我势必成果, 成果这是永远的指标, 所以这种修行的乐, 它是要每天发, 甚至要念念相续, 念念众生, 念念众生, 这个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浓缩到每天早晚, 所以我们早晚都要发起我们善愿, 发起我们善愿, 所以我们的道场的愿里面, 包含了, 我们有道场的愿里面, 包含早晚的现象礼拜, 所以我们主是说, 欢喜恭敬礼拜, 然后在磕头的时候, 就是你要每一天, 你都要想着, 诸天神圣, 你要想象, 哇,所有的现象菩萨前面, 我们再跟他顶礼, 然后, 然后, 激功佛佛五个手, 你要想着激功佛佛的法相, 约佛菩萨五个手, 你想约佛菩萨法相, 各位法律主, 你想着观章礼乐, 所有的护法神将, 维固在我们的周围, 你要如对墓前, 那像我们后面, 金功祖师, 你就像片的影子, 一张一张, 闪过去, 金功祖师五个手, 天赞古后五个手, 这个相片, 要看了, 你要磕头的时候, 你要那个如对墓前, 很清楚的影像就在你的前面, 那我们中间有个叫院颤文, 这个院颤文它有两个部分, 前面是感恩, 这个明明上帝, 然后第二段是, 这个法恩系, 不是,第二段是, 愿护必众生忏悔, 我选改过之心, 同住天坛, 这是指个人的, 生活上的一切罪过, 我们向了祖师求忏悔, 我们希望以后不要再换了, 然后第三坛, 就是属于道场的, 佛堂颠倒错乱, 这个是指你担任天职, 在佛堂里面担当各种工作,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悟,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 因为我们白天有工作还有家庭, 所以在佛堂办佛式的时候不圆满, 我们就求祖师忏悔, 所以它一个是指自己的齐心动念, 生活上面的罪过错, 对佛求忏悔, 不过因为它的文句太短了, 改过住心, 这文句太短了, 有时候达不到那个, 还行的作用, 然后最后当然是我们的, 跟佛号, 南母天圆, 南米斯多天圆, 然后这是属于怨叉, 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百颗手, 这个一百颗手, 就是我们修行的重点, 如果我们在佛正永这边, 我们就每次我们吹书, 我们都会先念这个唱和记, 然后再念我们的不休息菩萨的菩萨乐, 这个就是培养我们的修行的乐, 那我们平常在早晚的时候, 以前都是靠求老母大使大悲, 色瑞容宽, 一般是这样子, 那事实上, 这个时候应该是说, 这个所谓的罪过, 中间已经唱会过了, 这边应该是发起广大的愿, 发起祝福的愿, 那像我们一般, 我们诵经, 送完了再回向磕头, 所以这个一百克首之前, 他不是这个求忏悔, 应该是, 应该是发广大心, 会更好, 那这个在磕头的时候, 禁忌的是宣华, 混杂, 这个一般我们都没问题, 然后这边有一个我慢离, 就是我们在离境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 这个离就是牵向, 有前面有空格, 那当然我们就补, 那如果不用说我一定要争钱,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就第一个尊位, 我们平常的掌用尊卑, 秩序就排好了, 然后第二排以后, 就是往前补满就可以了, 那心中不能起的骄傲, 我是领头人, 我是谁, 这是我们跪在前面, 就是我们开始, 我们比较早而已, 不是我们德性比较高, 所以我们这样注意的, 不能起的骄傲, 然后接着是赶时间, 半快, 我们以前那一千克手, 尤其是我们, 我大哥那个单位, 哇,好快, 后来后续我解, 不是他的问题, 是他们那个道场就这样, 他们那个道场习惯, 磕三千克手, 他们就是磁碑头, 三千克手, 这个是很大的毅力, 他透过磕头不断, 强化自己的练力练力练力, 他可以专心能够上打天听, 如果我们在磕头的时候, 我们没有那个很强制的练力, 因为磕, 然后, 好了没, 腰好酸, 我撑不下去了, 讲话抖了, 那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当时比较重视, 平常人家磕头的时候, 不能赶时间, 很清楚的磕, 每一个磕头都发出你很强的练力, 慈悲, 慈悲, 智慧, 祝福, 这样的练力, 然后, 第二个是怕口齿不轻, 就是我们在直礼的时候, 一般如果公共直礼还好, 如果自己直礼, 很快, 很快, 有时候都, 感不清楚自己要念什么, 所以这个佛号就是称颂, 所以佛号就要念清楚, 不要赶时间, 慢慢刻, 然后接下来其他人, 这是很忌讳, 叫有口无心, 所以我们来佛堂课头, 最有好处的就是上教指理, 他们很专心, 那接下来就是中间, 因为他现香, 他不能现错, 其他人经常就是跟着做, 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唱和理, 驾香队拜就对了, 拜整天不知道在拜什么, 拜后了, 起来我帮拜, 不知道在拜什么, 所以我们要很珍惜每一次的磕头礼拜, 它都是一次很重要的身心灵的洗底, 然后不知千让, 这是其他的, 最后是我们手印, 当然就是我们道场天命的加持, 我们以手印磕头的时候, 我们先说这叫通天印, 能够让我们心直接跟上天相通, 那我们在磕头的过程, 它还形成一种身体的平衡, 能够开花我们精气神, 这个就另外再说, 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 所谓礼敬诸佛, 这个四个字很简单, 但事实上它是整套的修行过程, 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期待, 每个人家里都要摄佛堂, 没有摄佛堂你要摄佛位, 你每天的磕头就是很重要的修行, 不是只有来到道场, 来到道场是大家共修这个力量更强, 所以圣佛堂绝对不是有一千三百公, 然后有保佑,有天心我天奶而已, 这些都是外力, 你每天如实的修行才是重点, 那你在磕头的时候, 你方法要用对, 这朴协玄品也告诉我们的, 身心信节如对目前, 清净生理一夜, 长修礼尽, 那我们开始就从眼前的佛开始, 那未来像极乐世界的佛就这样了, 他每天都化身千百万到所有的佛世界去, 跟所有的佛顶礼供养, 那我们今天就简单跟各位记他到这边, 那各位回去再回味回味, 那讲不对的地方, 祈求诸佛福山, 这个我们现在只会设罪, 各位多包含,谢谢!